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陈 这是我找的一个室外液晶广告屏的驱动版 这个版是好的 我今天拿过来跟大家做一个什么视频 这上面有一个金正 我今天就来告诉大家这个金正 怎么检测它的好坏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金正 用这个万元表测量的话 除非它有明显的短路 它也和很多电子元件一样 它不能用这个电阻挡和二级管挡子测出它的好坏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它一个在路的办法 来测量它的好坏 那么通常我们用万元表也只能初步的判断 那么我们最整确的方法就是要用试波器 那么大家可以看 我这里是一个25兆的金正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金正在工作的时候 它是由于这个内部的这个金体 在一个电压的作用下会发生振动 所以它是一个物理变化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万元表来 只能对它的这个电压进行测试 那么根据我的经验就是说 这个金正在正常工作的话 那么它是这个两脚的电压 在这个单片机供电的一半左右 那么一般的这个单片机的供电 就是3.3V左右 那么这个金正两个银角上面的电压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1.5到1.7V左右 那么我们现在就给它通上电来 给大家测试一下 好这块板我已经通上电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灯在闪 已经在正常工作 我们现在反过来就测这个金正 我们把这个镜头拉高一点 我们看这个万元表 我们打到这个20V档 直流20V档 我们黑表比接地 我们测这个金正 这两个角 因为这两个角 它因为在室外的话 它已经氧化了 所以说我又加了点汗 便于测试 这个角1.7V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这个角也是1.77V 就大概是供电电压3.3V的一半 那么它这个供电电压是3.3V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三端的线性稳压 我给大家测一下 这个是输入 这个是输出 3.3V 3.29V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用试波器 给大家看一下金正的频率 是不是25兆赫兹 我们现在把这个试波器打开 好这个试波器我已经打开了 这边都我已经接好了 等会我就测这个金正 这两个角上面的这个频率 应该是25兆赫兹 现在我把这个手机镜头 就转到这个试波器上面去 好大家可以看 我这是测的其中一个角 大家可以看这个下面 这个F这个开头的是代表频率 25兆赫兹 那么就说明这个金正没有问题 而且它这个波形 有点近似于正旋波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角 同样也是25.45 约等于25兆赫兹 那么说明这个金正就没问题 那么这个金正电动 就是这个单片机 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说当这个金正 正常的话 就是这个单片机才能正常工作 我们经常说到这个时钟金正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它CPU为什么要这个东西 就跟我们人看这个时间一样 因为这个CPU工作的话 它这个程序是有步骤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过来 它必须有一个参考点 那么假如说我们这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没有一个时间的话 我们根本上不知道 现在是几点钟的 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上班 什么时候要下班 什么时候要吃饭 那么如果这个金正频率变化的话 那么这个CPU的工作就会混乱 它都没有这个时间观点了 就和这个人一样没有时间观点了 它的这个程序就会乱跑 所以说这个金正电路就是一个CPU的工作的几大要素之一 好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陈 我们下期再见